哈喽大家好我是慕布斯 前面我们将GPD GE通过M2转接 成功与ROG掌机进行了连接 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我们拿来连接steamdeck 它能成功连接吗 效果如何呢 视频制作不易 免费的赞帮忙点一下吧 为了测试SD 我的SD可是光了好几天屁股了 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那是跟ROG类似 我们需要拆开SD的后盖 将后面的屏蔽罩一起拆下来 我这台SD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第一次被打开 将原配的固态硬盘取下 换上老渣男GPD GE的聊机 M2转接板 为了能让G1插入更多的设备 它是不得手段 其实好处都让转接板转了 因为是转接板插到设备里面 然后G1再插到转接板的另一个眼里 这个连接方式让我想起来那三只狗 不禁感叹鬼圈争乱 光接好其实没用 我们没法进入到SDOS 我不是特别清楚 能不能给Linux安装7600MXT的驱动 我就做了个Win11的WTG 可以正常安装7600MXT的驱动 但是内屏无法显示 只能外接显示器使用 首先是鲁大师的跑分情况 跑分有38万左右 还是挺正常的 DS测试无法进行 一直卡在采集设备信息中 估计3DMark也懵了 这啥玩意儿 什么配置搭配 头一次进 我们再测试一下游戏 由于我这个内层卡才512G 所以只用了三款游戏 2077 低盘线5和古墓丽影 我们直接上结果吧 实际所测的结果比其他设备要低一点点 我们要考虑到SD的CPU是Zen2 而且最高功耗才15瓦 所测试的分辨率1440P 设置的预设都是比较高的预设 这个表现其实也相当棒了 说明这颗U还是挺可以的 如果不需要开更吃CPU资源的画质 其实还是完全够用的 我这个玩法就是突发奇想 不建议大家去认真对待 但是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还是非常高的 目前SD的扩展屋和周边配件 比如后盖还是相当多的 比方后盖挖孔就可以介入记忆拿着完了 使用内层卡做系统 初期使用体验除了加载速度稍微慢一点 还有就是用时间久了 内层卡的性能也会降低 其他其实还挺好的 也不得不说Oklink这个接口的可矿展性 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不支持雷电USB4的设备上面 通过一些小小的改动 也可以使用GPTGE来提升性能 做一种玩法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探寻GPTGE 还可以怎样连接其他设备 敬请期待 视频制作不易 免费的赞就帮忙点一下吧 这里是目不自 我们下期再见